欢迎收看订阅小师 陪你教数学 那排列组合呢 它其实带有一个教学的使命 就是要带领学生去练习 讨论和分析问题 所以不见得所有的题目 一定都要就是几阶 然后几的几次方 这样子 而是说我们要建立这个讨论的能力 那不过很现实的 就是说分析问题的能力 没有一个很好 很系统性的方式去教 那只能够拿一些生活上 常见的实力 然后我们去看看 去讨论看看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 你也有机会看到像这样的问题 就是讨论这个 我们球队在组队啊 这个单淘汰和双淘汰赛 需要比几场 像这样子的问题 那什么是单淘汰赛呢 就是说没有败不复活的那一种 那21支球队打单淘汰赛 需要几场呢 那我们在解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限缩缩小他的这个题目的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九支球队打单淘汰 十支球队好了 打单淘汰赛需要几场 那我们会有1234567890 对不对 这样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五场吧 然后六场七场的时候 这就是一般来说会是总指队啦 他就直接升上去 跟他们打完的这一个打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打几场 123456789 那九场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得到这个答案呢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一样我们举一个数字小一点 1234567 如果有七场的话呢 那七支球队的话 这个就总指队嘛 对不对 他们两个比完之后怎么样呢 他们两个比 那然后他们再比 再比 这样比了几场 123456场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两种做法 方法一 这个单淘汰赛这里 方法一 其实每一场都会帮我们把人数砍一半 所以我们21支球队为例 21除以2等于10 所以一开始这里就会有10场 然后会有一支没有打到嘛 那一支球队没有打到就像这样子 升上去当总指队 他会并上去跟这十支球队一起进入到第二轮 所以这里鱼1呢 这个鱼1会加到下面这个10加1 等于11 你如果没有鱼就不用加这个 如果有鱼他就会加进来 然后11再除以2 会等于 这个5 又鱼1 那这个1一样又会再升上去 所以5跟1合起来 6 那这个时候这一场就不会鱼1了 然后再来这个3除以2 等于1与1 然后1要加1等于2 所以还有一场 2除以2等于1 然后于是我们打的总场数就会是 10场然后5场然后3场然后1场然后1场 所以合起来会是 这里有10场20场 可以吗 12345678、9、14、15、15 1、25、15、15、16、15、17、16 好 那會再比1、2、3、4、5場 所以又還是有一個總子升上去 在上面有6隻隊伍比3場就不會有勝 所以這整個流程就是走 像我們這樣子 除以10與1加起來 6除以2 這樣子 最後再比這樣子 3除以2 等於1與1 1跟1加起來這兩個還會再比一場 那眼尖的同學應該已經發現了 其實怎麼樣 其實他可以有一個很快速得到這個答案的方法 就是 我們直接 21-1等於20 那你說這是不是巧合 這不是巧合 因為我們剛才另外舉的兩個例子 有沒有 我們一開始是不是舉了一個10場的 10隻隊伍的比了9場 7隻隊伍的比了6場 那這裡我們21隻隊伍比了20場 所以沒有錯他直接減移就好了 那你說 欸那可是 怎麼會 就是這不是巧合的話是為什麼 那其實 道理很簡單啊 什麼叫做單淘汰 單淘汰的意思就是 輸了一場就淘汰 這個 這個 可以把它寫起來 單淘汰就是 你只要比的過程中 一輸就離場 就是 很多比賽都排在假日 對不對 那假日我們要一直打 打贏就繼續打 打贏就繼續打 打輸了就算了回家 去看電視去逛街 所以 輸了一場就淘汰 那也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除了冠軍之外 除了冠軍其他人都輸了一場 這就是單淘汰賽 那所以你會有20個輸加 所以你要比20場 因為每一場產生一個輸加 雙淘汰就是有敗部復活的比賽 那一樣 你如果感興趣的話 先按個暫停 去畫畫看 那你可以畫個 像我們剛剛十隻隊伍 或八隻隊伍的雙淘汰賽 那畫完之後 看看到底會怎麼樣 這個我們在這裡呢 也介紹他的兩個算法 雙淘汰賽 一個簡單的想法 就是說 所有的隊伍都會進去敗部復活賽 所以他的敗部復活賽 那一邊總共會有20隻 對20隻隊伍在那邊出現過 所以我們用21在這裡算的一切 用20再算一次 然後呢 最後會產生那個 敗部復活的冠軍 跟原本的這個 沒有輸過的 然後兩個在對決這樣子 那21隻會打 21隻會打20場 所以就是說原本的正 正的這邊 是20場 然後敗部復活的那一邊 是19場 20隻會打19場 然後 最後會比一場或兩場 加1或者再加1 可以嗎 所以最後的答案是40或41 這樣 我們這個過程就不再重複寫了 那一樣 他可以跟 剛才講的一樣 我們可以從他的定義來看 所謂的雙淘汰 那既然單淘汰是輸一場就淘汰 雙淘汰其實就是 輸滿兩場才淘汰 不知道大家在看這種敗部復活賽的時候 有沒有去捕捉到這個特色 我就說我們可以想像 你今天是那個 管理籃球場的 的那個 校友阿貝 他 他想說我們在比籃球 籃球比賽 他想的就是說 你們什麼時候比完 我要趕快打掃 然後我要回家了這樣子 他要關掉這個籃球場 對不對 所以他看到哪一隊 那個比賽的時候不是穿球衣背心嗎 對不對 那哪一隊輸了 就欸欸欸 球衣還來 那個背心還來 那是那個學校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去比這個雙淘汰賽 你們輸了對不對 那個阿伯就走怪 欸欸欸 球衣還來 你就跟阿伯說 等一下我們還有敗部復活賽 就是你要輸滿兩場 你只要輸了兩場 你就會離開 你只要還沒有輸滿兩場 你就還有敗部復活賽可以打 也就是說怎麼樣 除了冠軍 其他隊伍 都會比兩場 都會輸滿兩場 所以我們剛才的這個是21直接減1是20 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其實呢 你如果要快點拿到他的答案的話也是可以 21-1 怎麼樣 乘以2 就是-1就是除了冠軍嘛 除了冠軍之外 其他20隊都會輸兩場 然後再 這個 這個就是答案或者 或者 所以答案是40或41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或者 我們以這個角度來說就是 我們說除了冠軍之外 其他隊伍都要輸兩場 那冠軍那一隊他自己有沒有輸過 如果最後你的 打到冠軍的就是一路都是贏的那一個 最後又贏的最後一場 對不對 那他就是一路都沒輸過的吧 所以他這樣子比完是40場 那如果說你 最後拿到冠軍的是 敗部復活的那一個 贏了 他如果打贏一場 他還要再贏第二場 因為簡單來說就是 一路贏的那一個 他要輸完兩場 才算真的輸 所以說敗部復活的那一個 他要多贏一場 就會打到第41場 或者說你的那個 一路贏上來的那一個 在最後總決賽的時候輸一場 所以他打到第二場 也會導致打41場 剛才是在討論說這個 要比幾場 我們現在是看說 為八支隊伍安排一場 單淘汰賽 有幾種排法呢 那什麼叫做有幾種排法呢 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把1號1對放這裡 2對放這裡 跟把2對放這裡 1對放這裡 其實沒有差嘛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打搶 所以你只要是兩個對戰的 這一組 對調都沒有差 那本來八支隊伍排起來 是八階 那現在到底會有幾個沒有差呢 會有 一場 兩場 三場 四場 五場 六場 七場 所以在這裡會有七個二階 那我們寫2的七次 太長了 這樣子 這就是這個 要比的 那你說 這樣子想像起來到底是怎麼樣 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們現在12除了在這裡 會一樣 你看我們現在12在這裡 34在這裡 對不對 那其實除了12自己對調沒有差之外 如果我把1234 對調也沒有差 也就是說12在這裡 34在這裡 這樣子比起來一樣是第一 一局是12對打 一局是34對打 然後12這邊贏的跟34這邊贏的對打 所以 這樣子 這兩種也其實沒有差 那我把1234一起搬來右邊 也沒有差 所以就是我講 只要有對戰到的左右對調都沒有差 所以總共會除以2的七次 那這個次方其實就是他的對戰總場數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有21支球隊打巡迴賽 要比幾場呢 那巡迴賽就是說會排成這樣子 格子狀的 12到21 12到21 可以嗎 這樣要比幾場 可以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我們直接講呢 簡單來說 巡迴賽自己不跟自己打 對不對 本來1到21 1到21 圍起來會有幾格呢 會有21平方 441格 441格 那 從自己不跟自己打之外 我們1對跟7對打 會跟7對跟1對打 是同一件事 對不對 也就是說這兩邊呢 是重複的 所以會 3 2 那個我們會減 減掉對角線 對角線會有21格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答案 那不過他有另外一種方法做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21隊球隊 他其實就是 任何一隊都要跟 其他隊友打到 所以每一隊會打另外的20隊 每一隊會打另外的20隊 所以總共會比這麼多 但是我跟你打 和你跟我打一樣 這樣子 那 其實呢 這個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他跟一個我們國中學過的數學 也是同樣的做法 就是說 平面上有21個點 可以連出幾條線 那個時候也是說 每一個點可以對另外20條連線 除了自己以外的另外20條 然後怎麼樣 然後 所以20乘21 我連給你跟你連給我是一樣的 所以除了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算法 我們剛剛說 他相當於是怎麼樣 平面中 或是說21支球隊 任兩隊 任兩隊 就可以組成一場 不相同的兩隊 任兩隊就可以組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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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可以組幾場 也就是說 21支球隊裡面 挑兩個 不排 因為是對打的 沒有先後順序之分 挑兩個不排 有幾種挑法 那樣會是21接 除掉 除了兩個被挑出來的不排之外 19個沒被挑的也不排 這樣子 那這樣算出來 21跟19約掉 是不是就是 這個 21乘以20 剩下再分子 然後底下除二 這個東西 我們之前提過 他叫做C21取二 也就是說 在這個問題裡面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思考方式 裡面得到的三種不同的計算結果 一個是以說 每一隊會對戰20個 其他隊 對調沒有差別 除以2 一個是以圖形上來看 我的場次就是這個正方形的 對角線扣掉之後的一半 一個是以說 我們學排列組合 21隊 挑兩隊出來 這樣子 不排列 是C21取二 那他們其實是同樣的 算出來的結果 那也會不會很大 對方 就算了 就算了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